嘿 大家好 我是啾啾鞋 又到了究讀的时间啦 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是 欲罢不能 副标题 科技如何让我们上映 划个不停的手指是否还有要义 这是一本探讨科技成瘾的原因与解决方法的书 那书中详细讲解了 为什么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各种社群网站 影音平台 手机app 或是游戏等等的 会这么容易让人上映 还有我们该如何停止这种欲罢不能的行为 首先请大家做一个小测验 以下的每个问题请依照发生的频率 从0到5分给自己打个分数 第一题 你上网的时间比预计的要长 发生这种情况的几率是 第二题 身边的人跟你抱怨 你上网的时间太长 这种情况发生的几率是 第三题 在办正事之前先查看email 发生这种情况的几率是 第四题 熬夜上网导致睡眠不足 这种情况发生的几率是 第五题 上网时你会告诉自己 再用几分钟就好 发生这种情况的几率是 如果你的分数落在0到7分 那恭喜你完全没有网路乘引的迹象 8到12分只是轻度网路乘引 代表说你偶尔会花太多时间上网了 但是大致上来说还能控制自己 13到20分代表中度网路乘引 代表说你使用网路的时间 偶尔或经常为你的生活带来问题 最后是21到25分 代表着严重网路乘引 表示说网路已经对你的生活 产生重大的问题了 我自己先告诫一下 我19分啦 已经有点严重的程度了 那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容易被网路给控制 甚至影响到正常的生活呢? 除了自制力的问题之外 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手机、平板 各种社群、媒体、网路平台和游戏等等的 其实这些产品的设计 从本质上来说 就是要让你上瘾的啊 这是所谓的设计行为成瘾 其实一切都是产品设计 是它设计好要让你掉入成瘾的陷阱当中 作者在书中都提出了几种常见的方式 特别容易让人对某种东西上瘾 首先是目标 作者举了马拉松的例子 大家可能会以为说 马拉松的成绩分布可能是长这样子的 这看起来很合理嘛 少数人得到好成绩 大多数人会集中落在某个时间范围内 最后有一群人落后 整体来说是一个还蛮平滑的曲线 但实际的情况是长这样子的 这是统计了将近一千万名马拉松跑者后产生的数据 这张图上有几个特定的时间点特别突出 代表许多人的成绩落在这些点上 这些时间都是具有特别里程碑意义的时间点 三小时三小时半 四小时四小时半等等的 这些感觉上比较刚好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间点就是许多人的目标 也因此如果你快到终点的时候发现说 照我这样子跑下去这个速度 我会在四小时三分的时候抵达终点 你就会想要再冲刺一把吧 拼个四小时之间完成的记录啊 这就是明确目标的力量它能够让人激发出意料之外的钱了 这听起来是一件好事啊 但是其实目标除了激励的作用之外呢 也是造成我们对某件事情成岭的主要原因之一喔 有对热爱跑步的美国夫妻 他们成立了一个天天跑步协会 真的顾名思义啊 成员就是每天都要跑步 没有任何辅助的情况之下呢 每天至少跑1.6公里 不论刮风下雨 你都要跑就对了 这个协会也有提供成员一些目标 每一季呢 他们就会公布达成重大里程碑的成员 然后给他们一些封号 例如连续35年不间断 就会获得大师的头衔 连跑40年就会被称为传奇 连跑45年的称号只是 科维特 这是用第一个达成这个目标的人名来命名的 就这样一件事情 每天至少跑1.6公里 诶这乍天之下好像没什么 但是当你已经连续跑了一年 两年这样子都跑下去了 你就真的会被这个规则给绑架了 不论发生任何事情 你都要去跑步 有的成员在飓风来袭的时候 还要趁着飓风的风眼 经过的那两小时赶出去跑步 有人只是在班机延误的时候 在机场里面跑步 生病的也不例外 有的成员都已经有 锥肩盘退化和关节炎的问题了 还是坚持一定要每天跑步 甚至最夸张的是 有一名孕妇在她剖妇产之前 还在医院的浴室里面 原地跑了12分钟 总之就是不管怎样 她都要跑步就对了 有许多成员都表示 这个每天跑步的目标 到最后演变成了像神一样的地位 这个就是目标的可怕之处 他们已经对于达成 每天跑步这个目标 彻底上瘾了 除了目标之外 制造出悬念 也是常见的一种让人上瘾的手段 这点在电视剧上面最为明显了 许多电视剧 都在每一集接近结尾的地方 突然给你来一个剧情转折 然后在这段剧情上未明朗的时候 马上结束掉 让你忍不住想要看下一集 现在很多人追剧都喜欢等它 一季出完之后再一次看完 这个就常常导致说 追剧就到天亮 影响隔天精神的情况 更可能是现在很多线上串流平台 都会有所谓的自动播放功能 以前你是选择说 要不要看下一集 现在变成是 要不要不看下一集 这差一个字就差很多了 这个小小的改变 就让连续追剧的时数大幅的上升 然后因为每一集的结尾 都出现了悬念 你就被逼着再看下一集 再下一集 再下一集 然后默默的 就天亮了 这个就是悬念的力量 另外社会互动 也是一种常见的成因手段 早期Instagram它主打的功能就是滤镜 能够把照片套上各种不同颜色的滤镜 造成一种 復古的文青感 但其实有这种功能的App 早在Instagram之前就很多了 而且也获得一定程度的成功 那是什麽原因造成Instagram 它最终能脱颖而出呢? 主要就是因为 它除了滤镜功能之外 还有自己App内部的分享功能 它独立出了一块分享照片的空间 到最后这个滤镜功能 已经不是这个App的重点了 重点在于 它本身变成了一个社群平台 而社群平台往往就有几个特色啦 第一个就是有明确的数字 几个赞 几个爱心 几次留言跟分享 这些数字 背后所代表的就是一种社会互动 第二就是 它们都采用了一种无底洞式的设计 就是永远没有看完的一天 很少人真的有办法把脸书或IG滑到底了吧 那就算你滑到底了 重新整理下又有好几篇破纹跑出来 你永远都看不完的啊 除了前面提到的三点之外 其他还有像是 回馈、进步、升级这些手段 从社群平台、影音平台、游戏各种App 背后都有成千上万的工程师和研究人员 想尽办法要让你永远黏在它们的平台上面 你说要靠自己一个人的意志力来抵抗 那未免也太难了吧 所以这本书大概前面三分之二的篇幅 都在介绍各种让你成瘾的手段 和许多的真实案例 那后面三分之一才开始介绍解决的方法啦 那虽然不多 其中到底是有几个蛮有趣的喔 例如前面讲的 要怎样防止无限追剧下去呢? 首先我们来看 这是一般情况下的追剧情形 一次看一集 然后因为每次结尾都有悬念出现嘛 我们就很想看下一集 而改良后的观看方式只是这样子 因为第一集的悬念出现了之后呢 下一集 通常在开头没多久的地方 就会把悬念先解决掉 然后接着点下面的剧情 所以我们就把第二集的开头给看完 悬念解决之后就马上结束掉了 下一次再从第二集中段的地方开始看 看到第三集 把第二集的悬念解决完为止 这个就是作者提出 最不会影响观影体验 又能够防止被这些悬念给绑架的方式了 当然这还是需要某种程度的意志力 所以这本书的重点其实还是放在 让你了解说 为什么我们会对科技上瘾 虽然说没有提出很多很多的解决方法 但至少你知道说 病根在哪里 这和不知不觉的上钩就有了本质上的差异 如果你想了解我们对某件事成瘾的原因 以及各个厂商常使用的成瘾手段的话呢 这本书里面有非常详尽的介绍 跟有趣的案例 了解了成瘾的原因就是踏出第一步 欲罢不能 推荐给对科技成瘾却无法克制自己的你 好那这次的影片就到这边咯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 别忘了我们下个赞 想按更多的话就欢迎订阅 你可以顺手按下订阅旁边的小铃铛 或者点击萤幕上的框框也可以啦 那这次就这样咯 我是啾啾鞋 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